深夜十点多 桃园街头警笛声四起 警匪冲突 一触即发 远警一马当先 准备冲向嫌犯车辆 眼前却突然冒出白烟 远警重弹倒地 尖叫声四起 看到同人中枪 支援警力立刻拔枪支援 朝着嫌犯车辆开火 同一时间 重弹远警也不顾伤势 倒地瞬间反手连开十二枪 与歹徒搏命 警匪深夜街头驳火 现场警力瞬间集结尾捕 透过优势警力 最后成功将嫌犯制服 警察一直空开枪 原来枪手疑似计划 向警方复仇 晚间十点五十一分 先到桃园警服派出所 连开八枪后逃逸 警方以车追人 最后在桃园分局前 与枪手展开驳火 最后在警网包围下 成功将阳性嫌犯逮捕到案 同时从车内 起货两把改造手枪 以及一把冲锋枪 这时更发现 原来嫌犯身上 还穿着防弹衣 警匪枪战 双方共计开了九十九枪 不只派出所大门千疮百孔 当下与歹徒搏火的 二十岁蔡姓远警 左肩也被子弹贯穿 被紧急送往领口长根救治 索性手术后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听到枪声 因为就在我们分局前面 我在里面听到枪声 马上冲出去 就看到同仁倒在前面 肩膀流着血在地上这样 非常不舍 差一点子弹就命中要害 让副所长哽咽自责 但也是因为蔡姓远警挺身而出 成功射破轮胎 才让其他同仁快速逮人 至于嫌犯犯人动机 目前不排除 是因为先前遭到警方查获改造枪 才会在入狱前开枪血粪 详细原因还得等后续侦办 才能理清